黄马女子取药床卡被罚 父亲被刑拘 合不合理 我就看了下玩女的视频 乍一看 确实挺气愤 好家伙啊 直接把一个姑娘从车里拽出来推倒 被打之后呢 直接逃在地上不起来了 还问路没路好 这种执法方式确实不讨行 谁看谁火大 那确实有他的问题 若要问拦下来之后呢 耐心的批评教育 好说好量的 可能更为妥当 但话说回来 你这个黄马连床两个卡 确实也不太明智 就算你觉得我手去齐全 不该难我 那你可以去申诉 也可以去辩解 那直接暴力床卡 一码归一码这是违法的 毕竟防疫也是涉及公共安全的 如果导致疫情 这无辜的人上哪去说理去啊 十天不冤 另外呢 关于他父亲 因袭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事 我是觉得警察是真的不用打 什么情况都不用打 这玩意风险是真的大 221年3月1日 刑法休战11 也是专门规定了袭警罪 以前归在妨碍公务罪里面 最高以后三年 现在直接拎出来了 最高可以处7年 也是因为一线的基层民警 真的是不好干 风险太大了 但我个人觉得 在本案中确实也是给了一巴掌 但如果伤的不重 真的不宜直接上到刑事 刑法重器 秉承牵移 如果行政处罚 就可以起到震慑和教育的目的的话 那就不一再激化矛盾了 总而言之 两边都有不对的地方 该处罚处罚该处分处分 但话说回来 对于疫情呢 还是要依法防控 科学防控 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获得安全 不能像 拿着那个红马一样 这个确实害怕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